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禁让人联想 如果当年邀约美国前总统无聊访台两次 就要花费172万余元 那日前远景基督会邀约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到台湾也说 又必须花费多少命运经费 近日3月2日至5日彭佩奥一行匆匆窜访台湾地区4天 民进党当局以及岛内立为可谓是锣鼓喧天 鞭炮起民大肆鼓吹着美台关系老不可破 但是彭佩奥前脚刚走 各家媒体就突然大幅报道 却暗示台湾地区驻美代表处与美国一家政治公关公司签约 以15万美元为筹金邀请蓬佩奥夫妇访台 就连蓬佩奥访台期间会见的企业之间也流传着见面加码 原来所谓蓬佩奥访台不过是和民进党当局的一笔金钱交易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台湾价值吗 难道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极力不吹的台美关系 坚入磐石吗 现如今台美又开始大肆炒作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日本之后可能转而访台 尽管目前佩洛西因确诊新冠肺炎将延后期亚洲出访行程 但结合纯水点记者会爆料的内容来看 无疑会让外界质疑 除了美国需要打排完排的因素外 民进党当局是否也在靠秘密经费来维持关系 此前台官方组织联络了476名美国国会议员 包括几乎90%的众议院议员以及5个国会委员会 在一众美国政客当中派尤西是最经常被联系的 仅他一人就与民进党当局的外派人员联系了34次 可谓是铁杆侵害怕 如此密集的接触 佩洛西究竟从中获益了多少 他们自己都心知肚明 他要明珍又看清楚 民进党当局所谓台美关系的紧密发展 不过是用金钱铺路 用各种方式贿赂政客培养起来的 这样的关系到底怎样 值得警惕深思 说到底 美国现在愿意跟民进党当局维持表面关系 不过是把台湾当作中美国裔的一颗棋子 而台湾一旦失去利用价值 妻子随时可能变为妻子